新疆内的夜生活从遥传开始 这里是宝农农贸市场旁边 七一夜市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钟 我感觉来的有点早 还没有完全开始 先看一下有啥好吃的 面费的 这家好热闹 看一下 看看羊排 肉筋烤肉 腰串多少钱 四块 四块钱 有主食吗 这边 就是我们这 这边就是当地的 哦 鱼刀鞋条 35 还有啊 这是啥 板筋 那个东西给我装啊 我拿一点 我现在给你拿 是我拍视频不介意吧 这个板筋是多少钱一串 四块 四块 这些都是四块钱吗 啊 上面这些了 这是五块 四块 十块 四块 三十五 哦 来一串 你不搞几串 南坑肉穿的 南坑肉 哦 那个吃挺多了 我自己来嘛 这个不要 来一串这个 好 够了 走了以前也不知道在哪里吃比较好 我就看着人多的地方就上去了 各式各样的烧烤美食小吃 这个地方再玩再来一杯啤酒就相当爽了 这啥是不 猪童奶茶 猪童奶茶 啊 我以为是啤酒啥的 烤鱼 烤肉 凉菜 生蚝 烤鱼烤肉 凉菜 生蚝 苦辣羊皮 一块 鸿索武器啊 多少钱一个 十二 十二 烟火器相当浓 这边像我们内地的小吃比较多一点 刚刚我还看到了 不用谢谢 看一下 刚刚我还看到了臭豆腐啊啥的 就太内地了 来这边就是为了搞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嘛 像这家挺有特色的 它的肉都快堆到外面来了 你要知道南坑肉咋卖 南坑是15一串 15一串 对 像这种了 38 38一串 对 是羊肉吗 羊肉 像羊排这些呢 98一公斤 98一公斤 嗯 臭豆腐 嗯 效率还蛮高的 出去赚了一圈就好了 帮我拿一瓶小木屋吧 这是他们的菜单 价格都挺实惠的 本地的羊肉啊牛肉啊都很便宜 但是这些海鲜它是需要空运过来嘛 它价格就高挺多 比内地归个两三倍就对了 花生蒲公英 哎呀 好像蒲公英都有 这东西是去火的 相当好 这一大把才30多块钱 哇 这一大把才30多块钱 4块钱一串遥串 同样的价格 分量是内地的两三倍吧 我感觉来的有点早 刚刚他们都没有把当家的花蛋给请出来 哇 烤全羊 烤包子 越晚人越多 前面已经人几人了 好大习惯 师傅多少钱一公斤 一块 是哪里产的 好大呀 一个周差不多10公斤了 吃不下了 实在是吃不下了 我才吃了三四十块钱 我才不知道他们一个人带一百块钱 是怎么样 把他吃进去的 今天是7月6号 下午开始出发去乌鲁木齐方向 今天应该只能到达 吴鲁番附近 这次来新疆真的觉得挺可惜的 路上旅游的人在慢慢减少 我看了一下 昨天 独克公路那边的人流量 基本算是断流式的下降 跟6月份那时候完全没得比 前两年我也去过独库 赵苏伊犁跑过挺多地方 旅游体验各方面还行 毕竟我开的四房车很少去找房间之类的 价格方面也比较优惠吧 当时属于旅游旺季 疫情期间出来玩的人其实不算多 今年按道理人会多起来 新疆的文旅局也做了很多工作 想把人流引到新疆这边来 可惜当地的商家 不怎么争气啊 一看人多了就开始磨刀磨磨 像猪羊 现在是媒体时代了 人家看这么高的价格 动不动一个半面就一百来块钱 一间很很普通的标间酒店 就需要一千多块钱 马上就看到消息 人家马上就取消了行程 如果是我我也选择不来 前两年嘛 带一万块钱可以在这边玩个半个月左右 现在的一万块钱只能不断的压缩行程 半个月缩短到七天或者八天 路上的开销呢 就能节省一点 可以玩的下来 非常非常的影响后续的体验 你说路上时间一多 那你停留在景区啊 或者一些好玩的地方就少了 当地人他们出来玩也好 一般都不会去景区 消费又高 他们会找一个比较偏僻的草场 或者三高沟里面 就做一下五花呆而已 这新疆当地人消费的地方其实并不贵 那边是当地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这个炒菜也就两块五毛 跟内地差不多吧 给大家放放在小楼上 新疆现在的旅游环境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来 让那些商家知道 我们消费者才是老大 那价格不是他说了算 也不要去哄台价格 不是出来旅游是玩 不是说比谁有钱 这个出300 那个出500 那个出1000 炒着炒着 自然而然就上去1000多块钱 条件都是很一般的 在内地八九十一百多的房间 他敢卖1000多 来新疆这边玩 半个月时间不到 最少一次两万块钱 如果是去国外的话 还花不了这么多钱 新马太玩个半个月 一个月都足够了 还是那句话 大家有条件的 出发的 不是在这一家老小的话 后面能改床车就改床车 能带上帐篷就尽量带一个 毕竟不会玩很久嘛 可能在路上也就是休息个两三天左右 就回去了 他可以帮你节省很多开支 一趟下来 节省个三五千 是很轻松的 好了 先这样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 拜拜